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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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用品安藏危機 家長們你們用得安心嗎 好 千千百百種嬰兒層 就看到那個很簡單這樣 一甩一收起來嘛 再隔一陣子看到新聞 說那個很容易 夾斷嬰兒的手 那什麼牌子啊 合格嗎 舞爪球 好嚴格的感覺 對啊 不合格 這裡面我覺得是電鍍 一般來講喔 即便是渡很安全的心 渡心的話都還要渡個 那渡個的話 個嚴格來講 還算是一個自癌物質 那個呢 他說那個是 那個是不鏽鋼的 你這個絕對沒有比他那一個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再次展示收看 我們的姊妹淘心話 今天呢我們來聊的 就是這個育兒方面 其實呢天下父母心 大家都會為自己的小孩 買最好的 用最好的 那有時候呢瘋狂到呢 這個預算無上限 那甚至瘋狂到呢 買什麼限量的啦 名牌的啦 後來發現他長大的時候 剛好跟你買的那個衣服的季節 完全不一樣啊 所以有可能是給鄰居穿啊 給那個親戚的小孩穿 自己小孩沒穿到 但是不管怎麼講 可能父母覺得說 這是一份心意 了解了 但是你知道嗎 父母 我們還是有很長遠的路要走 所以呢在我們那個 浪漫與理性間的拉扯 我知道這個常常在上演 所以其實呢今天我們請到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屬於 痴心瘋的父母呢 還是屬於 已經跟理性拉扯過的 首先在我們這邊呢 有我們的這個布丁姐姐 她都睡覺了 妳不要緊張她 她睡著了 她真的在我們節目 出現過很多次喔 她好穩定喔 對她好像很奇怪 像我們比如說 帶她去參加朋友的婚禮啊 或者是說帶她去喝喜酒啊 大家很大聲拉冰泡 她完全吵不醒拍 好好喔 所以 沒關係 她這樣就很可愛了喔 所以這個布丁姐姐 其實今天也帶來很多 買了不見得用得到的 待會兒要好好來聊聊 接下來恭喜我們第二胎 已經在這個肚子裡面的范瑞君 妳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接下來這一位 她自詩為是冷靜的媽媽 歡迎妮雅倫 大家好 好像看過去 確實妳桌上擺的東西 稍微少了一點點 對 尤其是 如果是關於小孩子的衣服 衣服的衣裙 那是因為我剛好有鄰居 那鄰居因為我們的寶寶是 她剛好大一歲 然後都是冬天生的 所以她跟我說 妳全部都可以借到我女兒的東西 妳千萬不要買 這個不要買 那個不要買 她連現在跟我說 羽絨衣不要買 因為我女兒有一件 就要淘汰 而且沒穿過幾次 對啊 所以就會有鄰居一直跟你講的時候 妳就說好 然後等她來的時候是兩袋 大袋子過來 非常好 這樣又環保 對 然後她還跟我說 有些好的妳還可以繼續往下送 如果不OK的再捐掉 或是大漠布 對 這樣非常好 但接下來介紹這位 應該是衝動型的媽媽 歡迎我們的辣媽王穎 王穎的小孩一歲多了 對 一歲四個月 妳是屬於衝動購買的心 我覺得 我在還沒有生出她來之前 我是 我跟我老公兩個都是那種衝動購買 因為那時候完全沒有經驗 就看到只要是貝美的 對呀 可愛就買 然後沒有扣子的 沒有拉鍊的那種 頭她永遠套不進去的也買 對 可是我覺得她生之後呢 我的衝動真的比不上我旁邊的親友 我覺得她們才是 就是她的可能外公外婆 或者是祖父祖母 她們才是那種非常衝動沒有理性的 現在我已經是變成 也是跟雅倫一樣是冷靜性的 你的衝動也比不上旁邊這位來賓 歡迎魏斯林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真的 你算衝動型的爸爸 被限量這兩個字 有時候會給迷惑了一下 很誇張 沒有沒有沒有 這些東西都是她還沒出生之前買的 對我很後悔 我現在也很後悔 那時候花了多少錢 她還沒出生前 你已經花多少錢買 其實我沒有算 但是就是很衝動 對就跟王瑩講的一樣 很衝動 看到這個哇限量的球鞋 或是這個東西一定是質料很好 所以要貴有道理 我們一定要買好一點的 包小孩子 讓他皮膚感受到比較不一樣的 就很敢花 對 所以其實沒關係 這個過程我們一定都經過 我們對於那個第一個小孩 總是有浪漫的光圈在旁邊 對 暈開來 他們就覺得這就是我們未來的這種 很幸福的生活 對 現在不會了 現在不會 我跟你講我們請到三位專家 你們以後更不會 因為買東西現在不是從價格 或你喜不喜歡考量 現在要考慮的是化學污染 今天我們邀請到知名大學化學系 吳嘉誠教授 小兒科專科醫生 詹紫衛醫師 以及嬰兒用品達人 瑞安 與我們一起來 丟出嬰兒用品 所安藏的危機 一天看到嬰兒用品達人就想說 今天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各位媽媽有多神奇 第一位布丁姐姐 妳應該最誇張了 妳的失心風真的很 哇 妳是有一竿耶 對 沒有 因為這些衣服 是我覺得很特別的 因為它寄平價 然後我幾乎都是在網路上面買的 網路很平價 對 然後像比如說 這套衣服啊 它是糖妝 過年穿嗎 對 它是過年穿的 還配了帽子 有個小紅寶石 妳在看這多少錢 這一套要不要880 200塊 200塊 200塊要不要買 對啊 要值得買 穿一次 真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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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像 比如說像這個 這也是很便宜的 現在老公公 妳是不是穿一次 是 這也是199 所以妳雖然它有戴很多 但是它都是很平價的 但是它真的有穿過嗎 小時候 它真的有穿過 有照片 就是它很可愛 然後還拉姜繩這樣子 拉姜 我以為妳身後面有繩子控制她 沒有 然後像我最喜歡的是這一件 賽車子嗎 對 它是在香港買的 然後它就是很像 平價嗎 它算是還蠻平價的 多少錢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 七八百塊的樣子 就以它這樣子 還有很多ロゴ 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然後像這個都是 在國外買回來的 就是在網路上 國外選擇超多的啊 對 這很可愛 棒球衣啊 對 然後還有這個睡衣小童 好可愛喔 對 真的走的是Cosplay人生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像這個 對 這也是就是平價的 這才七百 七八百塊 七八百塊 對 全面買還是ZARA 而且我忘記了 是 妳講的牌子其實都是 這兩個呢 這算很貴的喔 這兩個呢就是 就是這兩個就是 我當時就是買太快了 嗯 然後它才買來 超多只穿了一次 而且還很緊繃的一次 然後它就不能穿了 對 就是屬於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很貴的對不對 然後穿一次就沒有了 然後穿一次就沒有得穿了 聽到沒有衛斯理 它這個也是啊 你看 它現在穿到已經不知了 這不可能它現在穿了嗎 它現在完全穿不下 它十一個月大 可是小石頭卻有兩 兩歲小孩的那種身型 有嗎 它的高跟重量 有嗎 它幾公斤 它十一公斤 十一 很多小女孩差不多兩歲十一 我女兒十二 兩歲二 但你剛剛因為整個 就是媽媽有時候會 希望給這個小孩角色扮演 對不對 那爸爸投資的角色不一樣 衛斯理你是跟 幫他買了一個限量的球鞋 對啊就是覺得說 很想要 喬丹鞋 對喬丹鞋 就父子一起穿出去的感覺 好可愛喔 等一下 好像整場只有布丁姐 在戰爭你 撐這樣一下嗎 真的嗎 現在要多少錢 現在要多少錢 價錢就還好啦 什麼意思 要不要三千 不用啦 不用 兩千 兩千 那請問你小孩現在多大 快五個月 五個月他已經買到 這應該是差不多一歲 一歲 對 因為我太有那個憧憬 就想要一起穿一樣的出去 我了解 但是衛斯理請冷靜 搞不好一歲他也沒有站起來 有啊 我剛剛聽他講說 這個根本不能走會跌倒 而且那個鼻可能會太硬 對於他的那個腳長的腳不好 其實我覺得反而買兩歲 會比較實際一點 對 兩歲真的可以穿 你乾脆要買再買大一點 那我留給他就好啦 你可以買像這種 徒習的 沒有不是大那麼多 你可以買像這種皮的 這是我啦 他可能可以套起來讓你拍照 對 沒有啦 他想要那個 複製的 這種感覺 是感覺 請問一下 衣服那個我們就另當別論 因為每個父母的夢不一樣 請問一下瑞安 其實鞋子這件事 是不是新手父母要考慮 不要太快買的 對 其實小孩子在兩歲以內 大概都在發展他的感覺統合 那如果可以的話 腳能夠實地接觸到地面 對他來講 他的觸覺發展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對 因為像一開始 像比如說我給我兒子 穿了一些鞋子或什麼 後來大家去踏草 他會這樣 哎呦 哎呦 然後就跳到我們身上 我說幹什麼 那是草啊 他自己就會很敏感 對不對 所以情願打刺腳是不是熊熊醫師 其實打刺腳去刺激 那個感覺統合是很好的 但是你們不怕寄生蟲嗎 找一個稍微乾淨的草 是啊 但是問題是說 你假如說他踏完草 然後再來你幫他又消毒又洗腳 那個又是一番功夫 但是問題假如他真的不小心 踩到一個不該踩的東西 然後那個小蟲蟲 真的是從那個腳夾這樣鑽進去 跑到我們身體裡面 那是有可能的 了解 但是意思是說 不用買到限量鞋啦 不是啊 我覺得很棒啊 你看啊 為什麼那個底很黏 因為我對鞋子 我們小兒子在看小朋友 在開始學走路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他開始的第一雙鞋 那個腳底是要有分量的 要腳踏實地 為什麼 假如說你是屬於軟包鞋的話 有一個缺點 假如說我們不走路只是來保護 或者說拿來看的話 那那個很OK 但是你真正要走路的時候 一定要一個比較穩定的鞋 而且這種喔 它是有氣墊的耶 它那個absorber很棒的耶 OK OK 所以呢 我說這樣的鞋 其實基本上你們發現 我們的小朋友 剛開始在學走路的時候 是頂著腳走 往前衝 頭走在前面 等到他摔一聲的時候 你再抱起來安慰他 對不對 但是他開始穿這種鞋的時候 他是穿得很穩的 他站在那裡完全不動的 因為他走不動 但是當他開始決定了往前踏的時候 其實踏的 他的那個整個平衡感 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不是要買專業的學步鞋嗎 其實不用 不用啊 只要那個鞋子是好的材質 OK 然後我們說四平八穩 然後裡面是有軟墊的 是 其實那個就是很好的鞋 了解 但是拜託不要買那個有聲音的鞋 對 就是舉手 為什麼會瘋掉 不是這樣 而且那個叫叫叫叫那個聲音 我們說這個分貝 孩子們能夠忍受60分貝以下的這個噪音 然後我們大人60以上 我們都已經快不能忍受了 結果大家都買一雙 我覺得大家都有一雙嘛 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真的沒有嗎 我們會把他摳掉 對 我們都怕吵 丟掉 對 太吵了 對 對 對 而且那個對孩子的他什麼聲音 他就覺得一踩著一走路就要有聲音 這是不對的 所以盡量不要這樣 我本來以為說有那種是要刺激小孩會有欲望繼續走 那如果有閃光呢 會有亮光亮光 其實亮光我覺得還好 但是這個時候可能我們老師就要講了 可能有化學物 有嗎 啾啾有嗎 吳教授 啾啾跟亮光 我覺得現在的父母 這一代的父母在買東西的蠻奇怪的 其實都不是都不是站在小孩子的立場在買 對 對 他買的時候買的便宜 他很高興 爽是他自己在爽 還有一個是怎麼樣呢 他是不是很安全 說不定也沒有去考量 應該站在小孩子的高度 那像衛斯里的觀念不是便宜 他是要貴 他說貴的話 小孩的那個觸感 是不是 衛斯里 可能一開始我想買好一點的接觸套 比如說你那個有名牌 這是他的那個包巾 哇塞 你包巾去買這個牌子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好像 那這樣對嗎 吳教授 如果這個材質是安全的 那是好的 你看看一下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是貴一點 反正他錢多是沒關係 沒有啊 反正我們財子重新分配 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這個東西 如果材質是OK的安全的 適合小孩子用的是好的 王淫應該算是當中的翹楚 他還沒有出手 然後我告訴你 是不是 小孩沒出生的時候 聽說長輩們買了很多東西 我媽比較誇張 她實際上就是在她 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然後她就從美國 因為那時候第一個想說 要買窗 然後買嬰兒車 然後她就從美國訂了一台 她說是嬰兒車界中的 法拉利 那一台嬰兒車 對 那一台嬰兒車很巨大 然後台灣沒有賣 所以她就是要特地從美國扛回來 然後兩大箱都很誇張 滿大的 然後帶回來之後呢 沒錯 就是她是很高 然後也很穩 很好推 但是如果說 我一個人出去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辦法 因為她太重了 她真的是法拉利 所以那台車大概從買到現在 一年多大概只用過三次 對 因為那時候我講過 我老公就是會去試嬰兒車 推車各種 然後家裡同時 一個嬰兒大概就有三台了 別說後來弟弟出來 可是問題是弟弟不做 然後家裡再四五台 這點好像聽說妮亞倫 雖然你很冷靜 但是嬰兒車你也會開下去 嬰兒車那時候是因為 因為有所謂歐美系跟日系的嘛 然後就眾說紛紜 那歐美系通常是譬如說 輪子大一點 高一點 可是他們普遍來講比較重 就是他們大概都八公斤起跳 那我想說如果我一個人帶嬰兒 我怎麼把它收到桌子裡面 然後呢還有那種很大的是 你要把它整個先 那個椅座先搬起來 對 然後再放到車上 然後你再把它收收收收收收收 之後你再去放到你的後車廂 那時候嬰兒可能已經哭到瘋掉了 所以我後來找的是日系的 它是我 我去測試就是我把它抱起來 抱我身上 然後我可以單手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之後呢 我打開我的後車上 我可以單手把它放進去 再把它拐起來 方便性對不對 對 而且是很輕的 對 可是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就是因為這樣 都買了豪華級的嘛 後來就說那個最方便 你要出去旅行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不要再為難 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員的 你知道他每次包起來 他要服務你 他把它打開 他找不到任何損 因為現在千千百百種嬰兒車 對 所以有時候會把你弄壞 有的還弄斷了 然後那你怎麼弄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很簡單 這樣一甩就收起來嘛 再隔一陣子看到新聞 說那個很容易 夾斷嬰兒的手 天啊 豪華嬰兒車 竟然暗藏恐怖危機 怎麼可能嬰兒車高度 見識髒成為淺的主要原因 看國外那種什麼 好萊塢夫妻戴的那個嬰兒車 我們才發現說 為什麼戴嬰兒車 像千千百百種嬰兒車 對 所以有時候會把你弄壞 有的還弄斷了 然後那你怎麼弄 然後我們就看到那個很簡單 這樣一甩就收起來嘛 再隔一陣子看到新聞 說那個很容易 夾斷嬰兒的手 所以有看過 對 經常有時候 那小朋友 真的就自己從那個嬰兒車上面 不是摔下來就是被夾到 要不然就是被衣物K到 所以 或是他睡著 他手就放到一個縫隙滑下去了 對 從被縫隙滑下去 然後不小心就是撞傷或者扭傷 像我第一台嬰兒車也是 Cushion很好喔 我想說小孩子嘛 就是要防它震動嘛 因為腦一定要就是 然後而且它又寬敞這樣 我就覺得一定要這種的 可是在台北行 大不易 對 因為台北的所有丁阿卡 它就是你到丁阿卡 已經屬於所有餐廳的產權了 所以高低也不平 然後你光是上上下下 就要死了 然後再加上很多就是 因為它比較寬 所以很多再加上摩托車一停 你根本過都過不去 對 然後就很災難 然後小孩子可能這樣不舒服 他就最後就是你很災難 就是你又要推嬰兒車 然後嬰兒車上面是棒包包 然後抱著你的小孩 對 然後就是在台北 因為街頭很狼狽 你知道台北的還不是最糟的 後來我們曾經就是 帶過小孩兩歲以前 帶他們出去玩 有一個地方 我們覺得兩歲以前 如果你要推嬰兒車 千萬不要去 就是泰國曼谷 你們有沒有帶過去過 它那種什麼四面佛那裡 什麼西洋佩爾罐那些 只有西洋佩爾罐那一站有電梯 其他全部是樓梯 然後它天橋下面那些那個 那個磚都是碎的 然後是窄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推 對 我現在想到為什麼 我會坐那麼高的車 因為那一台就很高 它玩 因為我覺得一般的嬰兒車 雖然很近 可是它沒有辦法就是 它靠近地面很近 可能會被一些碎屍扎到 或者是一些小狗狗 或者是小動物 就會突然去嚇到它 太近 對 我怕可能會有這個困擾 所以我覺得那個高度也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我們是看國外 那種什麼好萊塢夫妻 帶著那個嬰兒車 我們才發現說 為什麼它嬰兒車這麼高啊 就是因為後來他們才說 我們現在用的那個的位置 剛好是人家排氣管 沒錯 對 或者人多的時候啊 其實它是很危險的一個位置 人家包包什麼都會去K到它 那到底 對 我當初也是被那個 那個歐洲的那種櫻兒車椅心 因為它可以看我啊 可以硬一點 又可以躺一點 對 高度又比較高一點 對 高度又比較高 但是因為我考量到 我太太一個人 她沒有辦法推 對 就像妳講她沒有辦法直接收 她又要拆輪子 你又要幹嘛 就是說如果她只是帶寶寶去 蛤 真的 就是一台 對 就是一種是上山下海行 然後一種就是 就是逛百貨公司大賣場 一定會有兩台 對 也是兩台 一台輪子比較大 所以它可以就是去走一些人行道啊 什麼的 對 那如果像去逛百貨公司 就是輕便型的 對 還是要兩台 對 甚至一個人就可以收 小石頭應該是機器人吧 起來完全沒有哭鬧耶 是啊 她一向都發現在錄影 對啊 對 有這個感覺 大家好 我醒來了 我叫小石頭 很乖很乖 謝謝妳喔 那就像我們剛剛討論 那麼多的嬰兒車 那現在的嬰兒車 到底那個高度是需要怎麼樣 一般高度離地面大概是38公分 那這個又比較高一點了 就是50公分 對 對 會比較安全 還有那個因為現在地面的熱度 它大概38度 就是它38公分 大概差兩度左右 小朋友比較不會那麼熱 差12公分 差兩度啊 對 我們看一下 來來 剛剛小石頭的這一台 這個是安全的嗎 這個是安全的嗎 這也是安全的 對 這個 這個有到38公分嗎 這是38公分 差不多離地面 要從這邊開始算 卡森是這個嗎 對 要抬 小心 好 謝謝 這款也是算豪華型的 對 這樣一台推車應該都要 一兩萬塊跑不掉 OK 所以這個是 而且我們還會摸它裡面 墊子夠不夠 對 然後 睡久了會是很舒服 對 然後還有空調這樣 空調 對 它還有那種背 背那邊的是比較安全 過來給大家看 是透氣啦 不算空調 對 空氣調節啦 好 就是可以開關 冬天可以關掉 然後它可以就是調高度 對 它是不像以前是那麼固定三段式 對 它拉鍊一拉 你就比較布料緊了 就會稍微停起來 對 你把它那個拉鍊拉下來 它又可以稍微躺下來 對不對 那這個一定要有罩子嗎 其實都會有 罩子一般來講 就是會分它是全罩或是半罩 是 對 像這個它是整個全罩式的 後來還要買什麼 你想像嬰兒車還要買雨衣咧 對啊 還要把它整個罩住啊 對 可是雨衣感覺總是覺得好怪喔 總覺得裡面空氣很糟 都是塑料有沒有 它被塑料包在裡面 對 因為這個有沒有危險 吳教授如果整片塑膠布罩住 對啊 我是比較贊成說 大家能夠買這個有蓋子的 有全罩式的 全罩式 但是裡面最好不要有那種塑膠 會有危險性 不要有塑膠 對… 迷龍 它如果說是那種 不安全性的這個材料的時候 你就要擔心 為什麼我希望有一個罩子呢 因為爸爸媽媽常推車子出去 然後看到有熟人 就在那邊講話 那大家就在那邊噴口水 小孩子就躺在那邊去 但是爸爸的口水比較多 對…所以還是有一個罩子 會是比較… 比較安全 這個車其實蠻危險的 因為它就是… 這它輪子好大好好推 哎呦… 對不起… 一壓就倒了 喔…所以我們去看英雷車的時候 自己可以做一些實驗 對…那個就不對 因為3.4的車子那個重力很重要 喔… 講到安全座椅 好像其實也曾經發生過很多意外 是不是瑞安 嗯…它現在就是 平塔型的或是L型的 就是我們講的 對…我們也是當了爸爸之後 才知道說什麼 前幾個月脖子根本沒有硬 你怎麼可能讓它坐在安全座 對…應該是躺在… 對… 角度應該是這樣的 對…然後加上爸爸 如果開車的時候 煞車…有些爸爸喜歡 吹油門吹得很兇 然後又踩得很急的那一種 它的頸部跟它的腰椎 這兩個最沒有骨頭支撐的地方 就比較容易… 就是去擠壓到 所以…然後到了… 過了多久又要再換 它可以直立式的 九個月以內是一定要反向安裝 如果你沒有平躺型的器座的話 你一定要反向 因為踩煞車的時候 後座力才會在椅背上面 所有父母大家一起來學習一下 瑞安要告訴我們喔 這個汽車安全座椅 你說這個也是可以平躺 九個月以前… 這個是可以完全平躺 對…但要怎麼弄你… 示範一下好吧 要先轉… 九個月前… 你的小孩坐… 汽車安全座椅 是要這樣子… 一定要換成左右相就對了 對… 它會佔掉一個半的位置 因為它跟你的駕駛座 是呈現垂直的 垂直的… 所以當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踩煞車… 所以這個位置現在是這樣子 它在我後面 然後我在這裡開車 然後它應該是這樣躺 可是我發現它根本 沒有辦法這樣躺著 因為它躺著 它會一直想要起來… 它可以調角度啊 它就會… 可以調角度 對…它有三段角度 而且我覺得喔 我覺得最為難父母的 就是有關於九個月什麼之前啊 一定要後向 反向安裝是僅限於 沒有平躺型才要 對…可是大部分人 都是要平躺型的 因為九個月 大家它可以坐起來了嘛 那都要反向 可是小孩子其實看不到我們 他好沒有安全感喔 對啊… 他永遠在哭喊耶 熊熊醫師怎麼辦 當他在汽車安全座椅上 不安分 要做的事情就是 當孩子從醫院 接出來的時候 要回家的時候 安全座椅 everything 就是已經ready了 是… 所以你要他 第一次要上車 要上這部車 就是要做安全座椅 對… 所以一開始就要做 你等到後面 他開始發展認知 已經認得環境的時候 再做 那就比登天還難 糟糕 我都媽媽抱耶 現在不行 不行… 習慣要一開始養身 因為他會聞那個身上的味道 我現在四個多一位 對…我們家就是一直… 趕快放… 趕快放… 我才跟他講說 因為警察規定 他才願意好好的綁 要不然他就什麼都掙脫耶 對… 我什麼都綁不住他耶 這個除了習慣 還有一個媽媽的態度很重要 對… 有時候你知道 你會甚至拍到好萊塢明星 把那個就是在三歲兩歲 都弄到那個駕駛座 他覺得帶小孩開車很好玩嘛 那這個小孩也會開始提出要求啊 所以那個都是很危險的 我有一個朋友是金牛座 我非常佩服金牛座的那個毅力 他跟他女兒就是妞到喔 你不坐啊 兩個就站在路邊說 你坐我們再上車 因為他女兒也金牛座 乃婷種類那麼多 到底應該怎麼選 怎麼開始啊 合格嗎 好嚴格的感覺 對啊 這個不合格啦 不合格 這裡面我覺得是電鍍 一般來講喔 即便… 這個我剛剛發現它非常的重喔 瑞安 其實兩個氣座都很重 那這個的話 它是多了一個底座可以旋轉 因為一般的氣座 如果沒有這個底座的話 它反相對是要整個抱起來 再換一個方向再裝 然後那個安全帶座 你幫我一下 我們讓大家看看 它後面有一個這個耶 插在哪裡 這個是要頂在那個地面 就是那個… 頂在地面 對 這樣它會更穩 才不會晃動 對 這一台也有 你剛剛說這是貝殼式的 對 貝殼式的 怎麼說 它… 雖然它結構也是L型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前面 有多一個這個 新生兒安全的保護墊 所以它會讓它比較接近 媽媽懷抱的感覺 是 嚴格來講安全座椅 應該是跟我們的車子 要能夠配合 跟你小孩要能夠配合 當然跟你的荷包要能夠配合 是 那你… 你如果說沒有這樣的話 就會出問題 那安全座嚴格上跟車子呢 起碼要五個點的這個固定點 五個點才固定點 你知道嗎 還有一個這小孩子 小的時候 真的是希望就是說 他的臉是朝向後面的 車尾巴的 因為怎麼講呢 小孩子還不能夠立 不能夠立的時候呢 你會這樣子 會這樣子 然後不能夠立的時候呢 萬一說很多爸爸媽媽買錯了 買錯了結果 然後他希望他能夠立 下面還要塞衣服啊 塞什麼之類 這是增加危險的這種做法 對… 所以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說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 看看這樣的這個材料 這樣的這個工具 用具 是不是有CNS的合格的標準 隱藏在裡面 因為我沒辦法把它肢解開啦 對不對 看你講的支點等等 五個我在想我們過去 好像沒有那麼多支點耶 大不了就是那個安全帶穿過去 現在也有一些車子 它出來的時候 它就已經設計 可以讓你把安全座椅卡上去 我們就說let on的這種東西 這個時候你就要配合那個車廠 去買適當的安全座椅卡上去 那要不然的話 你可能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保證它的這個安全 不過其實 我們接下來要講到這個奶嘴奶瓶 是… 范園芯你有帶來是嗎 沒有 你帶的是什麼 因為我是餵母乳 所以我沒有用到奶水跟奶瓶 對 我用的倒是我想推薦的一些小玩意兒 副食品是不是 不是不是 這是什麼呢 這是小朋友的玩具 你知道小女娃兒 好可愛喔 不是喜歡半家加酒嗎 那一般半家加酒的東西都是塑膠的 那當然木頭的也蠻好的啦 那因為塑料的我會比較擔心 然後呢 我就覺得這個很棒 這是真人版縮小的玩具 然後它是不鏽鋼的 不鏽鋼的 對 然後就是你看就是 好小喔 好可愛喔 可以讓小朋友玩到真正的那種 就是有真實感的這些東西 當然這幾個也是 那去哪買的啊 那去哪買的啊 一模 一什麼 雅就有了 對 然後它就是玩具 然後你看小朋友就可以這麼小 就玩到真實版的東西 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就是感覺上好像不是塑料的東西 比較放心 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知道小朋友玩一玩總是會掉在地上 這有點令人崩潰啦 它的多分貝絕對是六十以上 對 那要去哪裡找這種小火爐啊 所以 你還認真要找小火爐 它真的可以做 因為它是不鏽鋼啊 它真的是可以煮東西 所以講到塑膠喔 父母都會怕 我們看到威斯利你帶來的奶瓶 那是塑膠的嗎 這是玻璃的 其實我們為了奶瓶這件事情 我們做了很多功課 那我覺得小朋友會脹氣 所以我們找到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它裡面有一個管 是防脹氣的 對 它這個的版本玻璃的我們也有買 然後那個塑膠的版本我們都有買 所以塑膠到底 塑膠奶瓶好嗎詹醫師 其實這個很多問題就是 可以用嗎 以前很好啊 以前這個奶瓶很輕啊 又好清理啊 又好攜帶 然後小朋友自己拿奶瓶的時候 又不會太重 又不會掉下來 又不會破掉對不對 然後今天的觀念完全就是錯囉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PVC的東西會 所以我們說之前有所謂的塑化劑 雙分胺的溶出 所以可能會造成我們說 它是一個磁性荷爾蒙 它是一個環境荷爾蒙 會造成我們說人體的免疫力低下 也會造成我們男生的生殖器 會變小 越來越小 對 然後或者說會引發乳癌 或者引起攝護腺癌症等 我們現在就來看小石頭的雞雞 它是用塑膠來玻璃 它現在是用塑膠的 它現在還沒有到兩歲 因為那時候塑化劑的時候 我們其實真的就是 去趕快拿那個軟齒去量弟弟的雞雞 就很怕它不到那個 那時候塑化劑 大家有沒有做過這件事情 有沒有 後面的媽媽 我去看小兒科醫生的時候 小兒科醫生有特別這樣翻翻 我說 這個階段是要看什麼 他說不是 我在看他有沒有吃太多的塑化劑 對啊 所以所有的媽媽你們有去量過 自己小孩的雞雞嗎 這是還是很推薦 宣插 有 來 薄君媽 因為那時候塑化劑就很緊張 然後爸爸就說趕快量一下它的 然後我們就拿那個皮紙這樣量 就還好是感覺沒有 在正常範圍 對對在正常範圍 所以你們是用塑膠奶瓶 我一開始是用PP 然後後來就是塑化劑之後 我就很擔心我全部淘汰掉 換成玻璃 但是玻璃的又容易打破 所以我又換成不鏽鋼 但是不鏽鋼 不鏽鋼奶瓶 我有帶 來 我們看一下 還蠻特別的 是跟王儀那個一樣嗎 對 但是是不同品牌 我這個就是完全就是中看不中用 就是完全是為了滿足父母的虛容 你問是什麼材質啊 這個其實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材質 因為就是完全是看著 你給吳教授看一下 那個是什麼材質 它那個是不鏽鋼 其實這個我沒有用過 因為其實我也不敢用 對 合格嗎 吳教授 好嚴格的感覺 對啊 這個不合格 不合格 是什麼 因為很亮 這不像是不鏽鋼的材質 而且像是內部是電鍍的材質 電鍍 我後來不敢用 是因為它不能放消毒過 我覺得它不能放消毒就有問題 然後這個是中間有一個 汗的縫線 那它這個不是一體成心的 它是拿一片的這種 這種金屬 去把它焊起來 然後把它捲起來之後 在中間在焊的 那你還不知道裡面 焊的這個成分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用來喝水的話呢 最好不要 喝水的話還是不建議 因為這裡面我覺得是電鍍 一般來講 即便是鍍很安全的心 鍍心的話都還要鍍個 那鍍個的話 個嚴格來講還算是一個 所以當用電鍍的東西 進來就不太好 薄君媽趕快拿給 吳教授看一下 那我這個呢 他說那個是 這個是不鏽鋼的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那個 就是透明性不好 對 看不到幾CC 那個還好吧 那個起碼有動 這完全就是看不到 你這個絕對沒有比他那一個好 還好這個我後來淘汰 我後來發現這一個 那你在給吳教授看一下 這個是玻璃的 他是在摔玻璃 他摔不破 玻璃 他是強化玻璃 為什麼要聞 對 你會聞到他小孩口水的味道 我有消毒 沒關係 這個東西是比較好的 你看這個東西是玻璃的東西 你怕摔的時候 外面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那還是要肯定這個 軟軟的東西是安全的 那一般來講會比較建議說 媽媽們用步驟的套子 用步驟的套子 那這個東西 上面這個東西是矽膠 對 那是矽膠 矽膠 那矽膠的話 通常來講 有的是用塑膠 就會用塑膠 有會用乳膠 那用矽膠是比較安全的 而且你還看它完全沒有顏色的矽膠 而且要實用級的矽膠 因為即便是很好很好 頂級的矽膠 裡面都還會有氧化C跟氧化C 所以我們要看那個後面 它的那個就是說明 它是用什麼材質 像我用的那個奶瓶 它寫它是PPSU的 的那個材質 PPSU非常高等的 那個是OK的嗎 教授 PPSU PPSU 所以它的瓶子 會看起來有點黃黃的 非常好的 那個聚丙溪做的 那個嚴格來你們認為好 我不建議 我們看一下吳教授你說 什麼可以什麼不行 矽膠可以 矽膠是比較可以值得相信的 這個東西 而且你最好是實用級的矽膠 沒有顏色的 沒有顏色的 可是它如果沒有寫什麼型 它就寫矽膠呢 就是要選沒顏色 這就不行了 也嚴格來講 這些所有的這個奶瓶 或小孩子在吸的這個奶嘴 我們也都是有國家標準的 都有國家標準的 你如果沒有先滿足CNS國家標準的 你就不要認為它是安全的 CNS裡面我們有1700多個專家 在訂相關的這個標準 是 如果說如果這些專家訂出來的 你都認為它是不安全的時候 那你當然不要去買 所以乳膠塑膠這些完全不可以 這不可以 為什麼呢 這個乳膠跟塑膠 乳膠裡面有很多 乳膠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裡面有一些東西會造成過敏的 光是皮膚接觸就會過敏 塑膠的話就更擔心 因為塑膠種類很多 是 塑膠種類很多 那塑膠來講放久了 即便是說放久了 它很單純的塑膠 它放久了都會變黃 或者會變淬裂 等等之類的 所以它裡面一定要加一些抗氧化劑 或者是抗光劑 耐光劑等等之類的 這些東西通常都是重金屬 好恐怖耶 我之前還買過一個 我想要都已經要 對 你現在還買過一個 只拿來當水杯而已的 他就是強調說它是日本的 然後它就是 雖然是塑膠 可是它可以耐高溫到90度 不行啦 對 它就特別強調說它可以 所以耐高溫到90度 是這個都假設塑膠 我耐高溫到90度 是表示什麼 我這個塑膠它沒有變形 它沒有走樣 可是 但是它裡面有毒的東西 是會出來的 哈囉 媽媽們請小心 你買的奶瓶可能有毒 最危險的是這個 最危險的是那個 為什麼 這個是PC的 喔 PC它會融出這個 所謂我們叫做 雙分A BispinoA 沒有走樣 可是 但是它裡面有毒的東西 是會出來的 哈囉 所以是它本身不變形 但毒都已經跑出來了 對… 我們來看這個實際的奶瓶 來… 就是剛剛有講過了 裡面是金屬的 金屬就不行 好像是吧 然後這個金屬的這個色澤 超亮 有沒有看到 比一般看到的那個不鏽鋼還亮 然後跟裡面的這個顏色又不一致 所以這個是度的 這個是度的成分 然後你會看 它裡面它有一條縫線 它裡面是縫線 它就有汗的這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這個 不建議用這種的奶瓶 好 那第二個綠色的那邊 這個 這個是玻璃的 玻璃OK 玻璃的 然後它這個是 奶嘴 矽膠 矽膠 矽膠了 你為什麼用聞一聞說是矽膠 它是有什麼樣的味道 嚴格來講 好的矽膠 完全沒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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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 好的矽膠 好的矽膠如果是要 是要有融出來 它頂多是氧化細跟氧化心 這兩個我們不認為是有毒的東西 這個有一點味道 但是已經弄不清楚是這個塑膠的味道 還是上面的味道 但是上面這個確實是矽膠 魏司理你聞一下剛剛那個教授說可以有那個綠色的 這個 對你聞看看 教授請問那矽膠的話 因為我們奶嘴也是要放消毒過消毒 它可以耐高溫或者是用熱水煮嗎 我告訴你 塑膠一般耐高溫大概幾十度 六十幾度頂多到一百一百二十度 但是矽膠可以耐的溫度可以到達兩百一十度 OK 甚至以上 所以用熱水消毒也是可以 所以你熱水滾的水只到一百度而已 對對對 所以你是不必擔心的 所以魏司理你剛剛聞那個你有感覺到它有味道嗎 有 但是這個矽膠會 消毒過之後它會霧化 本來是透明的 用一陣子它就變成霧掉了 那就是不是好的矽膠了 我們還是有更好的矽膠 可是我們去買的時候 什麼分別 他已經說這是最好的 可是我們去買的時候 他已經說這個是最好的了 可是其實我發覺我換過很多 像這透明的我全都用過 要不然就是他不吃 他不喜歡那個感覺 要不然就是大概用沒有多久 就放消毒過 出來之後就霧霧的了 霧霧都不行了是不是 霧霧都不行 像這個它是原始霧霧的 這一看這個是PP的這個材質 這PP它是一個塑膠的材質 對我們大人來講算是勉強 算是比較 這麼多塑膠裡面比較安全 但是這種塑膠呢 因為它要製造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甚至要用很久的時候 它的耐光劑 安定劑 抗氧化劑它還是要加 對 還是要加它不加沒有辦法的 因為過一陣子光線一照一照 或者空氣跟它一作用一下 它就已經變質了 所以它已經要加 加這些東西通常都是重金屬 或者是我們叫做有機重金屬 加在裡面 這個慢慢就有溶出的可能 甚至有些會累積啊 累積啊 所以說如果說 所以一開始就霧的也不是太好 對對對 所以嚴格上來說 還是以這個好的這個玻璃的 比較好一點 玻璃比較好 那個哪一堆呢 這個PPSU的那個材質 這個我也有耶 就是它比較淡的一個茶色 它這個淡茶色 這個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發覺它還是會 還是用久了還是會 這個很多人在用喔 有這個奶瓶也請舉手 就PPSU用過 幾乎都有 它的耐熱性可以達到180度C 所以是在所有的塑膠奶瓶裡面 似乎是還比較好 稍微OK的 但是這些塑膠奶瓶一定都 剛剛教授講的 它有所謂的Half Life 就是有半摔期 它會慢慢的要換 像這種的話大概 八個月到十二個月 那假如說那種PES的那種的話 大概只有六個月而已 所以時間到了要換 那奶嘴呢 奶嘴要多久換一次 奶嘴喔 那小孩咬破了是不是就要換 對 咬破就要換 只要咬破了 那奶嘴到底也是要矽膠是不是 有實用矽膠 實用矽膠 實用矽膠 這個完全沒注意 因為我們大概就看說大小嘴心 它現在幾個月大 是XL還是L這樣子而已耶 所以搞老半天最好的奶瓶 是來自范瑞君製造的 對 餵母乳最好 餵母乳最好 對 最危險的是這個 最危險是那個 為什麼 這個是PC的 PC的它會融出這個 所謂我們叫做 雙分A Bisphino A Bisphino A 是一個非常非常毒的物質 然後呢 我們國家 包括我們國家 很多先進的國家 這種瓶子都不生產了 然後把它定為 管制的毒性物質 我們的環保署毒管處 已經把這樣的這個 Bisphino A 定為管制的毒性物質 第四類 那就不要再賣了 那為什麼還可以賣 為什麼還可以賣 沒有 還是會 還是有管道會進來 問題這個東西很便宜嘛 PC就是我們的那個 光碟片啊 的那個材料嘛 所以會有人去回收嘛 回收那時候 就變成很便宜的東西嘛 這個雙分A是為什麼 它是環境荷爾蒙的 會影響的 會影響小孩子這個花育 生殖系統也會 那甚至呢 長大之後 會造成 女生 有它潛在造成乳癌 男生有 潛在造成 攝護腺癌的 這問題 全世界 全世界現在都痛恨 這一個非常非常 這個有用過嗎 你們有沒有用過 我記 我記 好像小時候有耶 應該在雙分A事件以前 幾乎都有啊 因為雙分A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拿很低很低量的這個雙分A 去做所謂的分子細胞的實驗 那個細胞都會變 為什麼 雙分A這個東西是可以透過細胞膜 透過細胞核的膜 直接去影響到我們的DNA的 一旦你的細胞被產生變化了 很多的細胞已經改變 細胞要在你身體 你必須要靠你自己的免疫的系統 去把它殺掉 殺不掉的話 它會潛伏 如果是癌化的細胞 它潛伏期就會比較長 那你還是要想辦法 就是說自己平常 確實有養生 有做到這方面 然後慢慢你自己免疫系統把它殺掉 剛剛講奶瓶大概八個月 六到八個月 那奶嘴瑞安多久要換一次 一般45天 45天就換一次 對 你多久換一次奶嘴 不是 就是看它顏色有點黃黃 我就換啊 才換啊 可是要隔好幾個月了對不對 我大概 一年吧 對啊 不是 而且我兒子現在有牙齒會咬破 那我們想給他斷奶嘴 我們說那我們就不買新的給你 可是斷奶嘴好難斷 你們怎麼斷奶嘴的 他只有在睡覺而已 睡覺 睡覺的時候 他也是只有在睡覺 這怎麼辦熊熊醫師 如果我要斷他奶嘴 其實我們斷奶嘴是這樣的 塗辣椒 理論上 應該小朋友一歲以上的話 就不要再使用安撫奶嘴 但是實際上 我們看到小朋友0歲到2歲 其實是我們孩童的口預期 口腔 這個時候滿足他的口預期 在我們兒科心理上面 我們覺得我們滿注重這一塊 是喔 但是牙科醫師的話 他會比較注重我們的奶嘴 齒裂啊 對 然後但是我們現在話要說回來 你太早把它戒掉的一個過程當中 奶嘴可以丟掉 手丟不掉 因為我們小朋友在媽媽的肚子裡 就開始在練習吸奶嘴 為他要出生做準備啊 因為他一生出來以後 他就準備要吸母奶 他在肚子裡就在練習吸 他可能不見得吸他的拇指 可能吸他手手 所以不要斷嗎 還是讓他吃嗎 其實我覺得適當的給予 但是不要依賴 就是睡前才用這樣 不要當作一個習慣動作 小朋友一哭 你就馬上一個奶嘴 自動的塞上去 有時候他不見得是要那個奶嘴 那個奶嘴設計 其實日本人他們就很聰明 他們就設計三階段 就是你按照他階段換的話 到第三階段 小朋友一睡自己會斷掉 最主要是這個第三階段 這個 他就配合小朋友開始 就是咀嚼吃飯 它促進鼻呼吸 所以呼吸的方式也不一樣 然後比較大 就很難含住 對 會比較不好吸 可是要換得過去 還是給他那個 對 這個就是他們講的 沒有 你給他看正面 對 他戴上去就會變這樣子 這是娛樂父母 對 可是我都不敢用整種 因為我當初用這個東西 給小石頭吃 然後照了一張照片 放在部落格上面跟大家分享 下面好多人跟我講說 這個不能吃 因為不透氣 所以我不知道原來 哪一嘴還要透氣 其實這個還好 它旁邊有兩個洞 是想說有裝飾的或是有掛環的 我都不敢給他吸 因為他相對會比細膠的重 所以我就怕他吸酒了 他用力一直吸 然後嘴巴這邊會變形 醫生也是說可能會 常常我們會在門診看到所謂的口水疹 就是因為奶嘴吸酒了 然後口水刺激皮膚 然後產生口水疹 其實我是覺得在戒奶嘴 真的是最重要的就是儀式 我們說最晚大概兩歲就開始要 已經開始懂事了 要告訴他說 我們到三歲的時候 奶瓶奶嘴全部都要丟到垃圾桶裡面 而且這個動作 我是希望孩子們自己做這個動作 怎麼可能 因為他們自己做這個動作 他已經記得 還有一個儀式嗎 他記得說我把它丟掉了 而且你在這個之前 你說要唱生日歌了 要拿禮物了 沒有做這個動作的話 是拿不到 不能做這個事情 然後他就記憶在他的腦海中 所以三歲以後一定都戒得成 但是我們在這段期間 兩歲到三歲之間 要開始哭露 要開始告訴他 三歲不會太大嗎 我女兒我帶他去丟過啊 自己從樓上丟下去 他就哭了去樓下找回來 所以你要問他 你一定要拗過這個 我們說前面的一到兩個禮拜 他會哭鬧 但是你要提醒他 你丟掉了耶 然後他就會想起來 對我丟掉了 給他別的想法 但是你一定要有替代品 你不能說我把你的奶瓶丟掉了 我沒有給你一個杯子 一個很漂亮的杯子 很漂亮的容器 然後去使用 要轉移 要轉移那個注意力 讓他知道說 我丟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因為我長大了 然後這個杯子很漂亮 是我的 不管是誰送給我的 有一個紀念性 那這更好 所以不能開嬰兒用 所以不能開嬰兒用